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话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 是三国时候,诸葛亮和司马懿这两大牛人第一次同台竞技 场面算不上精彩,但显出两人水平来了 其实两个人采取的战略、决策都不差,都知己知彼的 诸葛亮知道自己不能耗时间 司马懿也清楚自己不能信急 只是到后来,司马懿受到部下情绪的影响 没有把既定方针进行到底,导致连输两阵 如果换在曹操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曹操手下战将如云呢 像司马懿犯了这等错误,早就该换下来了 可是,现在不同喽,今时不同往日啊 现实的曹营当中,名士很多 大臣编制确实没啥空余的 但是,这些人大多是长于轻弹 输于实战 真想找一个能够代替司马懿的人 很难呢 哎,或者说根本没有嘛 而且,这连输两阵,对于实力雄厚的魏国,也算不得什么大损失 再加上司马懿玩了一些战后的数字游戏 汇报材料上把数字给压压低 那么损失真的只有巴掌大了 最不好交代的就是张和梅了 这可是战损当中最大的战场指挥官了 但是回头想想,战争哪有没损失,没有牺牲的 想想看,当年曹操在晚城那儿 不也是丢了长子曹王的命吗 甚至连自己的脑袋都差点保不住了 如此比较下来 哎,算了,司马懿的官啊 还是让他继续当下去吧 在这一次北伐当中 诸葛亮在军事方面确实有很大的进步 用兵方面战术相当灵活 可是最后却因为粮草不济 宣布胜利退兵 胜利这两个字在这儿说出来 虽然让人爽歪歪的 但也是掩盖不住别扭的 因为后面的主要的词是退兵啊 退兵这个词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 都是让人不舒服的 况且诸葛亮本身就是不想退的 如果粮草供应没问题的话 他还真想和司马懿好好切磋切磋 彻底玩上一把的 那好吧 粮草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这就要问诸葛亮主管后方的李延了 李延可是当初刘备的临终脱孤之臣 在蜀中地位仅仅次于孔明 这次诸葛亮在前线杀敌 让李延作为后勤老总 表面上来看 这出场的阵容可以说是豪华阵容 属中最强了 哪知道诸葛亮在前线 仗大的风生水起 胜利一个接一个 把这司马懿越玩越傻 曹魏军中内部矛盾也越来越多了 就在这么得意的时候 这李延的粮草却供应不过来了 当然了 客观来说 李延粮草送不上来 也是有实际原因的 当时是雨季 诸葛亮进军骑山以后 老天爷就开始下雨 一下就没完没了的 道路都给淋坏了 泥泞难行啊 这种情况下 即便有墨流牛马 但也不是万能的嘛 还必须靠人来推啊 碰到大风暴雨 这些木做的牛啊马啊啥的是没事的 可人却动不了了 人动不了 粮食也动不了了 碰到这种情况 如果李延老老实实的 把当时的情况如实汇报 估计后果也不算什么严重 这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嘛 对吧 可偏偏是李延这人呢 死要面子 耍小聪明 他担心呢 粮草接济不上 会受军阀处分的 于是就开始耍小聪明了 他把手下的参军马忠 也有史料记载他叫湖忠的 还有都军成藩两个人 派到前线去了 跑到诸葛亮面前 把情况向诸葛亮进行了汇报 说 哎呀丞相啊 现在的粮食啊 确实没法按时送到啊 哎呀不如班师算了 如果现在撤军 还可以保住胜利果实吗 要是真等到没吃没穿了 军心大乱了 哎呀那时候再退 后果就不好说了 而且这两人还听了李延的命令 撒谎说 这个意思啊 是皇帝的指示 本来嘛 诸葛亮几次北伐 都是吃了粮草的亏 一听没粮草了 心里已经晃了 而且这还是皇上的意思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赶紧拍屁股走人呗 如果事情止到这儿 那也就算了 可问题是 这李延呢 还在继续耍他的小聪明 这家伙是很要面子的 怕人家说 他堂堂的刘备的脱孤重臣 和诸葛亮处于同一个官位档次的 可现在要在实践当中发光发热了 诸葛亮在前线 搭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了 那是不用说了 成绩杠杠的 而自己呢 连几斤米都送不过去 那实在是太窝囊了嘛 于是等诸葛亮回到汉中大本营 李延前去迎接的时候 立刻开始他的精彩表演了 那演技啊 堪比奥斯卡影帝啊 一秒入戏 马上挤出满脸的惊讶状 说 啊 军粮饶足 何以便归 意思是说 丞相啊 打得好好的 干嘛撤军呢 是啊 我们还想问你呢 前线打得好好的 你们为啥让我们撤军呢 李延啊李延 你这叫什么话呀 这话在别人看来 李延是优秀的 如葛亮才是不称职的 打了胜仗还退兵 那你那胜利成绩 是不是吹牛的 实际上是一点胜利都没有 对不对 否则 取得胜利 又有足够的粮草 还退兵 你脑子不是进水了 就是进开水了 可问题是 有没有想过 诸葛亮脑子有进过水吗 更要命的是 李延很快就听说了 诸葛亮退兵途中 获得的战绩 是一箭射死了 魏国最牛的战地指挥官 张和 哇 这可是报了之前的 接庭之仇啊 军为大振 国为大振啊 朋友 这一下 李延有点慌了 于是 为了把故事给编缘 李延又向后主刘善 写了份表 汇报说 军委退 欲以右贼欲战 啥意思啊 就是说 哎呀 丞相是和司马懿 玩阴谋诡计 撤退 就是为了 诱敌深入啊 他以为 就这么搪塞一下 可以应付 刘善 追问 丞相退兵的原因呢 哎 刘善 当然好忽悠啊 可以不追问下去 可诸葛亮 是什么人啊 你想不追问 就不追问了 他是一点 都不会放松的 诸葛亮 回来以后 立刻开始了 对事件的调查 一直以来 诸葛亮和李延的关系 也没有那么和谐的 虽然 刘备去世之前 把这两人的地位 提到同一档次 都是托估重臣 但 诸葛亮 是排名 在李延之前的 李延只是副手 刘备托估的时候 诸葛亮的心情 是怎样的 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 诸葛亮 主政全面工作 李延 则跑到江州 做当地 第一号十全人物 主管 对东吴的事务 诸葛亮 准备南征的时候 双方配合 还是不错的 共同把南方的 少数民族搞定了 再到后来 拉拢梦达的时候 也是两人联手 共同做梦达思想工作 先是李延 给梦达写信 然后诸葛亮 再出手 数国两个数一数二的大佬 同时出面 这梦达 面子实在也是够大的 在那个阶段 诸葛亮和李延 算是在蜜月期 做事有商有良 每件事情都层次分明 效果也很显著 不过 李延内心很快就有点膨胀了 这哥们水平是不错的 要说刘备看人 都是看得挺准的 但凡给他看中的 水平基本不差 但李延这个人呢 有个毛病 就是傲慢 谁也看不上 觉得谁都不顺眼 在这个伟大祖国里 除了诸葛亮以外 是没人能比得上自己的了 所以当诸葛亮 非常需要内部高度团结的时候 他却和同事们格格不入 得罪别人还好说 李延青说 得罪诸葛亮就了不得了 所以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他对诸葛亮的态度 还算是说得过去 可是这一次退兵 意思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诸葛亮可不会就此放过的 他一定会调查的 为了掩盖责任 李延必须找一个责任人 来背黑锅 于是他把一个运粮官 叫陈树的给推出来了 以工作不力 以物战机为由 准备拿他开刀 诸葛亮是很细致的 事情闹得那么大 都要出人命了 这时候能不调查吗 于是诸葛亮收集了 李延前前后后的书信和奏章 经过仔细比对和分析 发现前后矛盾疑点重重啊 好吧 就把这些信摊出来 要求李延给个合理的解释 面对这些证据 李延再怎么耍小聪明 都无法自圆其说了 好啊你个李延 这几年 我不步退让 而你却步步紧逼 不断伸手 要名要立要权 都是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私欲 而为国为民的事情 却没几件能干得成的 以前为了大局 我孔明忍了 但现在却无法再忍了 你个李延 让我继续往前走 不要向两边看 天是多么的蓝呢 走上前去 那就是美好的未来 但我诸葛亮是看得很清楚的 再往前走 那就是悬崖了 我已经无路可退了 既然退无可退 为了国家 我只好亮剑了 更何况李延 道行逆施 已经触犯了众怒了 这事不办能成吗 于是诸葛亮果断出手 给李延定性为 欺上满下 这个罪名当中 满下是无所谓的 在那个时候 这些高官贵族们 哪天停止过 满下的大事小事啊 对于基层的庶民来说 这些人 基本是能满尽量满 那满得有水平 还可以受到大大的提拔 所以对他们来说 满下不是错 但另外一个词 欺上 就麻烦大咯 欺上就是欺君 欺君是要杀头的 李延一看就知道 自己这回是玩得过火了 看起来孔明是肯定 不会放过自己的 心里立刻就抽搐了 害怕起来了 第一个想法就是 赶紧跑吧 于是找医官 开了一张证明 说自己病了 要到外地休息 治疗 然后就跑到了 居 张一带 可是他觉得 还不够安全 还想逃得更远 于是一路 跑到了江阳 江阳离汉中 可是远得很 离诸葛亮 也是远得很 而且还是自己的地盘 到了这里 你诸葛亮能把我怎么样 这个想法 洪洪他自己 还是不错的 可是想瞒过别人 那就没那么容易了 之前他不是派了手下 那个叫胡忠 也是叫马忠的参军 到诸葛亮那撒谎吗 其实这马忠啊 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还真以为自己说的话 就是皇帝的旨意呢 可现在一看 哼 原来是李延撒谎啊 要说 这个马忠啊 虽然是李延的下属 但是在政治觉悟上 却和诸葛亮保持高度一致的 一看自己老板 想畏罪潜逃 于是就不断地做他的工作 也不知道他嘴皮子功夫 到底有啥厉害的 反正最后说服了李延 不再难逃了 不再逃就好啊 剩下的 你就等着诸葛来抓你吧 抓到以后 诸葛把他的底细翻了个遍 然后给他定下了罪名 如果换成是别的人了 诸葛亮就直接处理了 可是李延不一样哦 李延可是刘备的脱孤之臣 是蜀国政坛大老级的人物 处理这样的人 是要非常严肃地走程序的 诸葛亮组织了一大批的大臣 启动了弹劾程序 把李延长期以来 所犯的严重错误 一一列出来 要求皇上对李延 进行严肃处理 一撸到底 最后李延被双开了 被剥夺一切公职 爵位 发配到紫童郡 当普通老百姓 诸葛好了 从蜀汉的最高层 一下子直接断崖式往下跳 变成了一般的草根人士了 不过诸葛亮还是网开一面的 虽然你李延是一般百姓了 但是待遇呢 还是可以保留一部分的 而这个李延呢 还是真没客气啊 虽然人是被废了 但是派头依然是排场十足的 气场惊人呢 说奴婢宾客 百数十人呢 我的个天呢 这生活还是有够幸福的嘛 手下奴婢宾客 还能养一百多人呢 所以啊 史书当中说 方之气类 尤为上家呀 意思是说 李延啊 还是像贵族一样生活啊 这生活品质啊 基本没下降啊 相反 看诸葛亮那一边 就厚到好多啊 他确实不是一般人啊 在严肃处理了李延 搬掉了自己的一个政敌以后 却仍然重用李延的儿子李峰 提拔李峰为丞相府 从事中廊兼参军 和蒋婉一起直视 哎呀 这么处理 那真是把李家搞得服服帖帖 舒坦得不得了 一点生气的理由都没有啊 这样的丞相 这样的诸葛孔明 你不服刑吗